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麻的问题 刘律师 说到大麻 说实话 我很生气 对 不光是生气了 有时候我们华人有时候也很无奈 原因什么很有意思 这是美国人白人跟我讲的 反正说你看 我们支持你们反对在城市里大麻的问题 像我所在的城市 大麻是不可以做的 店根本不让你看 因为居民不干 你看 反对也是你们华人 可是你看大麻的经销商 都是华人 没错 不能说都是吧 起码绝大部分是华人 华人社区的大麻商基本上都是华人 都是华人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艾尔蒙蒂的这个大麻工厂建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您在做客我们的节目特别谈到 您有没有follow up 现在这十家工厂有没有建 是这样子 那个是他 艾蒙蒂市政府批准了五家 但是我们都是群众发起了起诉 包括我们天普市政府也发起了起诉 他们撤销了 撤销了 但是最近他们又来势凶猛 比以前还恶毒 他们想 就是最近其中有个大麻商叫陈姓陈的 还有他们找了几个人嘛 就是又签了名 又再搞一个initiative 最近据说已经收集了5800个名额了 因为他们签名 他们只需要3700个就可以放到明年大选的时候就放到选票上 他们已经收集到了5800个签名 想放到选票上 但是我们抗麻团体 就是我知道好几个抗麻团体并没有放弃 大家还是在会去跟他理论这件事情 说起这个大麻来 又回到我们州长 我们州长是那个大麻合法化法案第一个背书 第一个Prepresent 64就是给64号大麻合法化背书的一个政客 他是 也就是说他是大麻合法化的一个推手 当年大麻合法化也是老百姓不小心 可能就没有去投票或者是被他的名字骗了 那次投票也是50% 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 叫做管理大麻什么保卫社区起了那么一个名字 所以大家就是没有看到内容嘛 结果就下天就念着标题签 结果就给都通过了 实际上当时如果老百姓稍微觉醒一点的话 不应该给通过的 尤其是中国人 我再次呼吁我们中国人要去投票 我们在加州我的估计有200多万中国人 如果我们有10% 20%的中国人华裔站起来去投票 我们是完全可以改变加州的任何一项决定的投票结果的 就是问题是我们华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不去参与嘛 但是呢现在我们天普的几件事反映出来 你不参政不医政到时政府一个政策你的身家就变成一半 甚至你的生命都没有安全了 就是这样 你不辞参政不医政不捐款不投票 就是有那些不良政客就利用这种机会把一些不好的政策不好的法律给通过了 那么以后叫花子到你们游民到你们家后院了 大麻中心弃在你们家隔壁了 游民中心弃在你们家巷子里了 那么谁的生命有危险你自己 所以呀 其实刘律师想呼吁一点 就是想告诉大家说 你要想让别人关心你的这个生存状态 你得关心社会的生存状态 有些大家不仅需要正义 也需要你的勇敢 更需要大家花一点点时间 并不太多 该选该投票的投票 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在这里已经算老生长单了 我老跟很多朋友讲 每次你们城市的那种Town Home Meeting 一定要去参加 要去听一听 重大城市的重策推动 是必须要有这个听证会的 这种听证会你们就去听一听 如果你不懂 可以要求有英文中文帮你做翻译 大家会帮忙的 回到大麻 其实现在大麻呢 应该说你们上一次的这种 这种铺天盖地式的反对 虽然不能改变法律 起码让有一些大麻业者在这个社区里面搞这种大麻活动的人 有一点打退堂鼓了 对 其实那次活动是运动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如果当时不是我们这些抗麻团体起来的话 那么现在那个Amante估计已经是遍地开花了 没错 而且这10家后面 这10家赚了钱 后面可能就有20家 他当时判定的有好多家 前面已经提上日程的有10家 好像当时申请的有20多家 是吧 你想想 所以这东西呀 当然了 这个你有对策 你有政策他就有对策 下面的人呢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东西 也许华人社会已经大家听到了 要做工业大麻 现在很多人又开始 又用变着方的 跑到这个 某些这个地区 去种工业大麻 尽管他已经远离了我们华人或者远离了我们居民区了 好像似乎跟我没关 但是这个东西呀 我就跟你些种大麻的朋友开玩笑 我说 我说好像你们将来是要提纯某一个物质 使用工业大麻 法律也合法 你们所有手续都完备 但是你当你这个大麻叶种出来的时候 那东西呀 你挡不住小偷 没错 他们去偷 他把晒干了 他就是大麻嘛 没错 实际上就是大麻 他就害麻 实际上成分都差不多 对吗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东西说一千到一万 你还是这个东西 他是变个样子种大麻 一样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华人社区 大家对大麻这一段呼吁应该说有效 因为几个华人主要的居住的城市啊 现在各个城市都不在 一宿 大麻的这些合法使用合法经营和合法 这个开店的这种情况都不开 但是我们隔壁那个amonte的话 如果说他们的大麻合法化以后 那谁没有幸运的 没有幸运的 没有幸运的可以这么说 而且呢 他那个amonte的市长他们就是那些议会很坏 他们故意把这个重造 边临别的城市的边境上 离他们自己的城市的居民去比较远 但他们去他们自己城市的居民就好像就 可以是相对来松口气 他就是利用了法律的漏洞嘛 因为他们自己的居民去远一点 他们自己城市投票的话都是自己的居民嘛 其实祸害的是我们天普 尔卡蒂亚 如斯米的 甚至蒙特帕克 不过我要 你们的小孩子做 他他他他现在还想那个和 零售合法化 那你的小孩子你的你的家人 路过的 睡便就买回来了 比买米还要方便 按照按照这个加州通过的利用色套法案的话 现在像Tempos 像这个Air Mount 市 他就可以 在市场上公开销售大麻了 而且当然了 这有量的限制 他有一个量的限制 每一次吸的量是有限制的 而这个你不要小看 三番市是最早我们加州开始大麻合法化的地方 但是三番市也有很多人因此出了事 但是说你虽然合法吸大麻 但是量是有关的 而且小孩 是不在 伦许之列的 就 提到三番市 三番市是最早大麻合法化的 你看看 又得感谢我们Newson 对 又得感谢我们Newson 他原来是 三番就是在他手里开始走下坡路的 他们现在三番最多的也是游民 最多的也是毒品 他们是全国 可以说 可能游民和毒品 他们问题可能比 我们洛杉矶还要严重 比我们洛杉矶还多一个问题 通行链 通行链 但是他们的游民 和吸毒问题 毒品问题比日 我们加州 比洛杉矶 可能是我估计全世界都没有那么严重的城市了 所以我看到 感谢Newson 就就感谢 这些 这些人真的感谢Newson 所以他呢 这个在三番市的这几年的作为 越来越这个 Liberal 自由化 对 如果我们不把它罢免下来 让他再 担任四 三年州长的话 那么 三番的今天就是全加州的明天 而且我们这位年轻的州长 他的是意气风发 他是他的目标是白宫了 当然了 他恐怕他的仕途 他要想走到这么高的位子 他恐怕也要先把脚底的事要做好 当然我们希望 这个我们州长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 能够改弦更张 能够改变自己的错误的主张 能够跟议会一起 通过一些真的有利于我们加州和加州居民的事情和法律 让整个加州的发展能够走上一个健康和更加快速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脚步 但是从目前看特别是一道选举 为了选票 我们的州长更关注的还是谁给他 选票 选票 谁给他 说其选票 我们加州就是也还有一个法律就是给非法移民发驾照 结果呢 现在很多非法移民都去投票了 为什么 我今天早晨凌晨四点钟 我还在研究加州的选举法 今天早晨四点钟 选举法就是说让大家注册登记的时候 他直接给你的那个DMV车管所的加州那个驾照注册就直接就连线了 那么这样的话 他而且登记者选民登记他只需要你的名字地址加州那个驾照号码 这样的话这个漏洞就被很多非法移民就钻了 他就钻这个漏洞吧 就很所以说我估计这也是州长为什么要想吸引那么多的非法移民来 而且给他们发驾照的一个原因 他是他他的经验 他明知道这个 他在利用这个控制在给他自己拉选票 所以呀 这就是民主党也不算是新招了 其实当年我们欧巴马总统把非法移民合法化 他在提案的时候 当时的很多政治观察家就认为说 这是在给民主党拉选票 其实我们今天的纽森这么做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有一点 你这样做 你完全是以你个人或者是以政党的利益 政党利益 个人利益不能凌驾于加州人民的利益 这是民主的最根本的法则 不管你如何能够钻空子 但是你不能违反民主的根本的原则和法律 但是很遗憾 我们这位州长在一年多的时间 他做的很多事情引发了州人居民们很大的争议 所以这次发起了罢免他的这样一个提案 如果您认为州长确实应该负责任的话 希望你参与这个活动 刚才刘律师已经讲了 这个活动不牵扯到个人隐私 也不牵扯到你个人的权利 更不会影响你目前的各种样的生意移民和任何的一个身份状态 所以这只是一个签名而已 对 欢迎你们周末星期六星期天下午中午12点到下午5点 到罗来港的香港超市或者Arcadia的99大华来签上您宝贵的签名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周律师